刚刚开单 有时候被开单 嘴巴会酸个两句说 你干嘛 你要冲鸡笑冲业鸡啊 当然我们不能说 这个一杆子打翻一传人 一粒屎也不可以坏了一锅粥 但是真的有下面这种人民保姆 这个警察七年前 为了要拼鸡笑升官 挑了五个 年纪比较大的 又不适自的 或者是不住在户籍地的民众 就开假罚单 三年一共伪造了39张的罚单 一直到有被害人呢 因为没有交罚单 被限制出境 才查出来他的恶行 事后被台中地方法院判了两年 还得赔偿十万块 远景为了拼鸡笑升官 竟然未造罚单 一名王姓远景 在雾峰派出所任职时 挑选了五名 曾被他取缔交通违规的民众 以无罩驾驶 没挂车牌 和未戴安全帽的罪名 开领幽灵罚单 而且专挑年长不适自 弱势民众 或者没有居住在户籍地 三年来不时栽赃五人 直到被害民众 因为没缴罚单 被限制出境 才查出恶行 其中何欣妇人三年内 被开单十三张 但一位妇人名下没机车 以为是诈骗集团没有理会 还有一名诚姓男子 被开单十张 没找罚款被限制出境 但是自己已经离癌末期 根本不可能骑机车 其中还有不适自的长者 甚至连在监服刑的民众 也被无辜开单 他就是利用这些人 他们可能连手都收不到 也不可能会去缴罚单 他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来炸 一共开出了39张幽灵罚单 领取了一万多人的奖励金 还顺利升官寻佐 直到去年被起诉后 依规定停职 除了撤销这39张假罚单外 奖励金也全数缴回 台中地院依贪污制罪条例 判刑他两年还要他赔偿10万块 记得联盟站往医院台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